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鲜美的双鲜菇举梅头肉 准备的有的是蟹味菇和白玉菇 梅头肉一块 首先来处理这个梅头肉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梅头肉是猪身上哪一块 它就是前脚肉最前端 肩膀上那一块 这块肉卖得特别好啊 去的晚了都买不到啦 梅头肉出洗干净后 把它水分给挤一挤 大家来认一下这块肉 它的纹路是肥瘦相贱 又香又滑了一块肉 所以它卖得特别好 现在来把它切成小块 肥的这一根就不用发现了 我们用不了那么多 现在给它切片 肉片我们稍微给它切均匀一点 等下焗的时候 熟熟度才一样 切好的肉片把它放到大碗中 进行调味腌制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蚝油一小勺 少许的盐不用太多 味极鲜给它来上两勺 这个是味极鲜啊 不是生抽 先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充分扎均匀后 给它来上一勺的生粉 再次给它抓均匀 最后我们还要给它淋上点 花生油锁住水分 稍微给它抓一下 腌制半个小时以上 腌制的夜酒这道菜 做出来夜香 好 放一杯腌制半个钟 接着来处理我们的鲜菇 首先要把它这些老根给切掉 直接放到盆中 用清水把它们杂质给洗掉 做这道菜的鲜菇是没有规定的 自己喜欢的就来 鲜菇洗净后 我们把这些长的给它切一切 让它炒 比较容易炒 切好放到一篮中备用 姜蒜粒准备少许 洗一个小砂锅 烧热后我们淋上点油 先倒入姜蒜粒给它爆香 多给它炒一下 炒至有一点焦厚感 它的香味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 好 差不多了 现在把鲜菇倒进去 给它翻拌一下 把它炒腌 炒至的时候 我们用大火来给它翻炒 炒上一分钟左右 它就会腌下来了 炒上一分钟 它开始出水了 现在把我们腌制好的 梅头肉给铺进去 尽量给它铺均匀一点 如果你喜欢那个肉的颜色 深一点 可以加点老抽进去 但个人不是很喜欢 好 尽量给它铺平一点 不要沉叠在一起 铺好后 我们再次往上面 加一点味极鲜 也是两勺左右 不用太多 把锅盖盖上 中火给它煲上三分钟 三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 哇 非常的香 现在我们可以撒一点葱段 再来点红椒丝 就可以关火了 一道双鲜菇 举梅头肉就做好了 普通又好吃的一锅农家菜 鲜香味美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非饭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大家记得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时间不要过长 三分钟刚刚好啊 鲜嫩无比 非常的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